大家相信我家这个一百多瓶的小房子供暖用了五千多块钱吗 现在每天最低气温还零下呢 家里燃气就没有了 我家自己供的暖 烧完到五十一方 然后五千块钱就没了 妈 咱这个暖还供吗 供啊 你这么愣回来 早晨起来就梦不跳 这是去年第一次交的供暖费 四千 我手机上还有一次是年底28 29的吧 交了一次 这把两次交钱的记录都有 我因为这个还交不 都是他的事 他说什么 燃气烧得越高越省气 我的妈呀 建哥 你像坐在垃圾堆里一样 这边是闺女的玩具 这边是各种拍视频的装备啥的 忙啥呢 建哥 忙个儿 妈 他今天又喝酒了 我怎么感觉这个酒比媳妇还轻呢 酒和媳妇一样重要 那你现在是借媳妇还是借酒 哎呀 我让你装 还有五十万天然气还冲不冲 冲 你要不坐在这儿多乐啊 你忙完了吧 忙完了 我拿水喝了 忙完我给你说点事 嗯 这次过不下去了 嗯 怎么了 别嫌啊 要这样的话咱明年还不如开空调呢 就为了这点事 不过了 嗯 明年咱去大房子住 哎呀 那他充多少钱的 充个者充一千的 你这个人不行啊 就六千块钱供卵费啊 你就不给我过了 那我要欠人家几十万 你还不跟别人跑了 你试试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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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咱新房子供卵要多少钱 你就五千啊 你这都顶了两百平的房子了 那那你暖和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了 哦 你享受完了你就不认兆了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啊 给我钱 哦 什么钱 一千 嗯 你说你家这个燃气怎么烧的 烧锅炉呀 烧了六千块钱的 没有啊 啊 我看看我看看 我老 497块7 嗯 其实也不让我们烧得多 我们家供卵比别的就是 比正常供卵的 比如正常供卵的找半个月 嗯 我就说他这个人啊 他享受了他还不认兆 你闭上嘴吧 牛 牛是给谁聊天呢 可以开发票了 咱房子还在装修 你还想换车 再给他省点钱吧 什么 以前的那女朋友 嘴丈母娘为什么不同意啊 不就是看着你不会过日子乱花钱吗 那成这么烂 我都在这儿 妈 你那个嘴是真劝 哎 冲啥气 哎呦 哎呦 那娘呗 帮个忙呢 叫大哥 建哥 哈哈 多少方看到 291方 好好好 行啦 这样又能烧半个月了 妈啦 嗯 这件事欠你了 我这辈子算在你手里了 哎 行了 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了 拜拜